警方攔車實在好氣 因為駕駛不停車 還差點撞傷同事 下車 爬什麼 人事要爬走了 你沒有看到 我這邊敲車庫 你沒有看到 我們同事到前面攔你 你還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駕駛不下車 先辯解副駕駛做母親 甚至急著幫忙講話 要警方給他們一點時間 還有空間 先釐清一下 現在有下車 下車 你這樣就下車 我們停車你去好嗎 下車 停在動了 下車 你讓我們停在動 不要 下車 有希望 有希望 雙方一度僵持不下 從另一個角度看 最後先下車的 甚至還是母親 母親比手畫腳告訴員警 我兒不是故意 是他不懂台灣法律 警方最一開始 是在忠孝東路四段 以及嚴急街口 發現紅色轎車為停 想要上前把人車攔下 對方卻加速逃逸 原來 微停駕駛的母親解釋 兒子長期旅居國外 不懂國內交通法規 看到員警追上來 情緒一時激動 只能先在車內 先安撫好他的情緒 這下車好好說明 我平常在外面跑 我是覺得說 你不要妨礙到交通 這個這個很重要 比方說像這種轉角的地方 你說停一部機車跟停一部貨車 那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我都會建議停好再來買 因為很怕 就是警察會來開單 這回駕駛在美食街 跟警方僵持不下 引起不少民眾圍觀 即使最後母親跳出來 想要求情 還是一連吃上兩張罰單 為停家不服 機車取締最高罰三千 得乖乖繳錢 東三新聞 中昌城 洪詩琴 台北報導